此人掌权时,李吕泛我边境,后战败叙事,周总理说,他是被弃死的尼赫鲁,甘地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他被誉为圣雄,也是印度的国父文明全世界。 既然提到了甘地就不能不提尼赫鲁,因为他是甘地的学生印度的开国总理,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本来尼赫鲁能有个好名声但可惜最终弄了晚节不保。 因为此人掌权时,屡屡饭卧边境后,战败叙事,周总理说,他是被弃死的1889年11月,尼赫鲁出生于印度一个显贵家庭,其家族在莫沃尔帝国,市居高官父亲是个百万富翁,因为家庭条件十分优越,所以他从小就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他父亲也将其是做家族的接班人来培养。 1905年,尼赫鲁远赴英国留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各种流派的思想,也对印度民族的未来有了很大的反思。 1912年,在英国待了7年的尼赫鲁回到了印度,随后加入国大党成了甘地的学生,并追随甘地为印度的独立不屑。 奋斗1916年,二月尼赫鲁与卡曼拉小姐喜结连礼,21个月后他们的女儿,印度未来的女总理英迪拉出生了,因为常常带头领导印度的独立运动。 所以从1921年,至1945年之间尼赫鲁先后入狱,九次共坐牢一千零四十一天,为了独立运动尼赫鲁,逐渐放弃了在英国养成的西式作风自追随。 甘地之日起,他就不再穿西服,而改穿印度土布衣服从前尼赫鲁以说标准的英语为荣,之后他逐渐使用印地语或者印度各地的方言尼赫鲁,虽追随甘地但并不迷信甘地。 当甘地以农民运动超出了非暴力的限制为由,宣布终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陷入低潮,此时尼赫鲁逐渐意识到非暴力运动的缺陷,人们很难在警察的暴行面前做到斯斯文文。 1929年东尼赫鲁,取代甘地成为了国大党的最高领导人,随后他或坐汽车,或骑大象,或乘慕传慕伐,走遍整个印度宣传民族独立。 思想最终国大党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除旁浙普和孟加拉两省外,全印所有省的政权。 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带领印度正式从英国手中独立。 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前往比尔拉大庄园做崴岛的途中被一狂热的印度教徒刺杀,这让尼赫鲁成了印度的最高权威,无可争论的最高领袖,开始了印度现代史上的尼赫鲁时代后来他又提倡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积极主张,加强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 尼赫鲁还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深受各国的好评。 这样一来他的声望在国内外的达到了顶点全世界,都充满了对他的赞美之声。 而尼赫鲁也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将印度,视为仅次于美国苏联而为居世界第三的强国。 在这种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心态下,尼赫鲁命令印军蚕食我国领土,屡屡泛我边境至我国有好态度于不顾,侵占我国领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抗击侵略者保家为国我军于1962年10月20日开始,反击所到之处印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到11月21日战争,基本结束。 31天内印军伤亡近5000人被拂4000人,印度惨败,当印军战败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后,引起恐慌其议会开始讨论迁都, 这一战使如日中天的尼赫鲁,从领风中一头栽了下来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国内军方对他进行强烈选择,拒绝执行,他继续作战的命令,并下令前线全面撤军。 还有人公开叫他下台,国际上亿度接受美元使得不结盟运动土崩瓦解。 亚非拉国家不再信任他是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战事,此后他微信扫地并魔缠身,举放不堪。 1962年12月以后尼赫鲁意志逐渐消沉,下去于1964年5月27日去世美国。 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他,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贵族气息,重脾气暴躁高傲自负,有时还咄咄逼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周总理曾对毛主席说,尼赫鲁和纳塞尔埃及总统第三次中东战争战败,都是被气死的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11962年12月27日 11月27日 3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